欢庆6月15号的警察节 台中市警察局物质分局 结合了银行借者 在这一天共同举办了一场 晚秀捐血活动 号召同仁们 即警卷及疫警等协行命令 共襄盛举捐出热血 展现了破例式热心工艺的一面 也用实际行动达到了捐血献爱心 就诊最快乐的境界 晚起一秀 物质分局分局长带头捐热血 抢下投降 希望用这特别的方式来庆祝警察节 6月15号的警察节 那我们提前来办 那格外有意义 那我们警察都非常的热血 非常的热血 那都发挥大爱 博爱的精神 那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捐血活动 能够带动 能够带动这个我们市民的 这样一个热血的行为 台中捐血中心表示 天气炎热影响民众捐血的意愿 目前急需A型与O型的协议 因此这一天在物质分局的捐血活动 许多同仁们 既警卷以及疫警等 协情名利共襄盛举 捐出热血 觉得有能力可以就捐血 带救人一命 有在捐血吗 有 之前有在捐 对 那怎么会想要捐血 就刚刚我配合分局办的 警察姐的活动 然后就来捐血 共襄盛与这样子 这一次的一个捐血活动 我们是希望能够捐到 一百代以上 我们都有请我们协情名利 包括疫警 民房 还有疫交 还有志工 守望相助队 我们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都有广发 捐血有助于代谢 让身体更加健康 不利是大人维持治安的同时 也不忘做公益 用实际行动达到捐血 献爱心救人最快乐的境界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